Hello,大家好,我是小黑哥 最近有朋友给我推荐了德克式的盖饭 他觉得德克式的盖饭特别的好吃 其实对我这个年代的大叔来说 有点low了 肯德基,麦当劳,德克式等等的 他们出的一种饭我从来都没吃过 因为这个朋友强烈的推荐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评测一下 德克式的盖饭到底好不好吃 我们把德克式的三种盖饭全部都买到了 椰香咖喱鸡腿 这个是23块钱 酱烧肥牛饭 这个23块钱 照烧鸡腿饭是21块钱 因为我是会员 所以打了个折 打完折之后是53块6 这是送的餐巾纸 还有三把勺子 美食讲究色香味形养 我看这个色看着相当不错 这款算是他们德克式的一个招牌吧 椰香咖喱鸡 它这个咖喱有个小盖 很浓的椰香咖喱味 蔬菜还是比较丰富的 胡萝卜 玉米粒 还有青豆 各种维生素补充的应该还是足够 然后还有点榨菜 然后鸡排还比较大块的 酱烧肥牛饭 跟那个鸡也加什么的就比较差不多了 肥牛加洋葱 然后蔬菜也是一样 但是这款饭又多了一个亮点 半颗鸡蛋 二十来块钱 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营养比较丰富 照烧鸡腿饭 这个应该也是比较普通那种饭 蔬菜一样很丰富 好像一个蔬菜饭 这个也有一个拌辣鸡蛋 但是我觉得它照烧鸡腿应该很好吃 因为它有照烧汁很软 可是你们闻不到 真的很香 我们还是先尝这个 椰香咖喱鸡 推荐的 咖喱汁里边是有胡萝卜 土豆 我们先来尝尝这个咖喱味 大家喜欢吃咖喱吗 我还是很喜欢吃咖喱的 不错 咖喱味很纯正 有一股淡淡的椰香 蘸过咖喱的鸡块 这个鸡块我感觉就一般嘛 其实我觉得这个盖饭 米饭是非常重要的 在南方有那种三季道 然后北方的米呢 就会比南方的米好吃一些 而且米如果好的话 吃着是非常香的 我们尝尝这个米 这个米应该是北方的米 还不错 干吃这个米饭 也是有一股米香 我们尝尝这榨菜 这榨菜一般 确实不是福福的零榨菜 我们尝尝青菜 葷素一定要搭配 这个蔬菜还是比较清淡的 其实玉米和胡萝卜这两种青菜 它们都会带一点微微的甜味 所以这个青菜比较清口 有一股微微的甜 我们再来点咖喱鸡 我感觉这道饭呢 亮点在这个椰香咖喱汁上 鸡排一般 就是炸鸡排的味儿 蔬菜也还可以 我们来评测这两款饭呢 我觉得只需要再尝尝它这里的肥牛 好不好吃 这里的照烧鸡腿味道如何就OK了 其实这种肥牛饭在很多快餐县都有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吃过 我吃的这块稍微有点硬 但是它的味道还是不错 你单来一块牛肉 这块也有点偏硬 牛肉的口感和品质一般 但是它这个味道还是可以的 而且咸蛋比较适中 在市面上也就是那种标准水准吧 我们尝尝这个巴拉鸡蛋 看到它有没有特殊的味道 就是煮鸡蛋 没有任何味道 那我们再来尝尝最后一款 照烧鸡腿饭 这个照烧鸡腿的鸡腿 我已经忍不住了 这个鸡腿真的好吃 这个照烧鸡腿我觉得做的very very good 有淡淡的一点酱油味 然后照烧味非常非常足 然后鸡腿肉又比较软 做得刚刚好 火候也刚刚好 因为这个饭没有它 所以如果肉要是再淡了的话 米饭搭配起来就会没味儿 但是它这个照烧鸡腿的鸡腿肉 味道偏咸一点点 就米饭非常好吃 这个非常好吃 不行我忍不住 我要再来一块鸡腿肉 这鸡腿的块儿比较够大 咱们这三款饭已经全部的品尝一遍了 现在咱们来做个总结 第一点 德克市这三款饭感觉它的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不管是肉的量还是菜的量 每一个里面都是比较足的 一个人吃绝对是复复有余的 第二点 它的荤素搭配还是比较好的 青菜的种类比较多 都是比较有营养的 第三点 它总体的口味还是比较适中 也不咸不淡 比较适合于大部分人 所以总体的感觉上 我觉得德克市这三款饭还是比较值得推荐的 如果说哪款最好吃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照烧鸡腿饭 它这个照烧鸡腿真的太香了 就着饭无敌 价格上来说 这个照烧鸡腿饭反而是最便宜的 它只有21 这两个是23 所以我今天还是要强烈的推荐一下 这个照烧鸡腿饭的 我这个老大叔 今天也算是第一次吃了这种快餐里的饭了 下次我们有机会要尝一下 肯德基和麦当劳里的饭 看看到底好不好吃 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就这样 喜欢小一个视频的朋友们 请给我关注评论转发点赞 你们想测评哪些美食 可以告诉我给我留言 我一定是公平公正公开的 给你们测评一下 拜拜再见